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标签 他是明星 企业家 或者他只是个普通人 但是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那个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 要去展现的东西 欢迎收看本期两子新纪录 对 我感觉你好像停不下来 你在里面的状态反正很好 因为你都沉浸在你自己 创作过程和表达里面 因为它都是你一步步你的心血 然后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很趋向的东西 这个空间装置叫下午茶 然后我们看见 首先这个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盒子 它很漂亮 它也很贵 对 因为这个 它要做得漂亮 它的成本就很高 作品创作的时间是 马上方版本多一些事情 是七年 所以这个里面的声音 其实也选取了这七年当中 在中国的就非常有代表性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 缓绕立体声的这种声音的这种设计的灵感 就是当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听 你经过一些地方都会听到一些特别难听的音乐 你是无从选择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身外窗外发生的一些事情 也是我们很被动无从选择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声音 其实它代表了一个更宏观的一个概念 你是被大的环境包裹在当中的 你觉得好像很简单 日常就可以看到的钢结构 玻璃 电视 但即使你把它组装到一起放到这里 其实很复杂的一个 非常非常复杂的 然后包括这种结构上的设计 其实也是一到一个建筑学层面的 对 它的比例结构是否合理 安全 所以它做装置是个多维的 所以它才很好玩 做这种东西就满足了我这种人贪婪的内心 结果什么都可以接触到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都好玩极了 我就喜欢跟这些有关的一切 没想到你这个不仅工作没有耽误 你还能做一个这么大一个工程 我也觉得太忙了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都舍不得睡觉 所以就是他们一直在说我 我舍不得睡觉 我觉得睡觉浪费 我觉得我时间不够 我觉得那么多不会的 就是自己没有资格出去玩 没资本 心里不踏实 但是现在长大了 长大一点了一点点 会强制自己就是要分段 包括我的团队什么 我也跟他们说 我说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这工作 没有什么那么必要的 让你必须熬夜 不睡觉 半夜到几点来处理这个事 熬夜是非常可怕的 就那么多年轻人猝死 然后发生了很多问题 现在不都是因为熬夜 各种高压大的问题 所以你就得自己把它给有机的拆解了 因为它是一个长线 比如说你短期的可以说 我有个特别着急的事 我集中这一天处理一下 OK 但你如果长期的这种熬夜 这个是不是值得 是不是一定必要这么做 那你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哪个是你的利益更大 代价更大的 对吗 像你这种很建议求金的性格 跟你搭戏 是不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 那你应该去问他们呢 你应该去问他们 然后回来告诉告诉我 让我听听他们都怎么说的 其实主要的是你能抓住机会 让每一个可能本来戏份 没那么多的角色都能发光 对我会整体的考虑 比如说我当时接烈火英雄 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 它的风格化是走在最前面的 也是这个片子可能要更决定它 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比如说像《沉默真相》 然后戏份很少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人物和一个真正背景 导致这个事件开始的一个线索 所以后来就跟导演沟通 我说比如像廖帆去我书店找我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用特写 来给我们这段的表现 因为它的表演是非常自然化的 如果你大的镜头是会 大家看不到那个细节 那它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特写给了我们是眼神之间的 看起来好像在很轻松推背幻展 其实因为那个里面的设定就是 我们这群好人 然后设了一个局 然后把廖帆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天选之人吸引来 希望他去切开真相 所以当我跟他表面上说不的时候 我的眼神告诉他说是 都是相反的 所以就一定 即使在很轻的语气去表达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要靠镜头来去传递这个东西 所以都会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去和导演创作者去沟通 然后包括演习攻略也是 因为这个高贵妃的角色出现在前面 然后其他的这种飞瓶的变化发生在后面 而且很多是这种黑化和比较内在的 比如说摄氏蔓演的那个开始就从好的变成坏的 不像高贵妃坏在外面 所以就从全局考虑 然后把他的表演风格设计成那样很drama 很张扬外化的 然后先从观影的心理上 然后又把人给留住 我跟郭君飞连着拍了两个戏了 真是一提到他 好像最难的两个戏都是跟他 第一个戏是一个很严肃的剧 第二个是一个很轻松的戏剧 然后第一个戏就累在于 真的很累 累到我那个戏想吸引 我觉得我再也不想干了 我干到中间的时候 我就问经纪人 我说我现在毁约 所以我要赔多少钱 我能赔得起 你看赔不起 就硬着头皮拍下去了 太累了 累到郭君飞说 这谭楼拍戏 旁边得随时停个120 真的受不了了 因为一个特殊的故事背景 这样一个人物 就我们每场戏 都很重的那个情绪 拍完一场戏就起不来 坐在洞子上 就真的累到起不来 我后面如果再找我 我很想演喜剧 因为我觉得我们东北人 是有演喜剧的天赋的 因为演了那么多的那个证据 你在你是很累的 因为你不投入的话 你是演不出来的 你就是你心里不真的难过 你的所有的情绪 面目表情 你的语言节奏 你的气息 你的泪水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就很想演喜剧 喜剧就每天在现场 乐嘎嘎嘎乐 就特别开心 演的笑的自己 包括拍演喜攻略的时候也是 每天在现场 秦岚他们跟我对戏 都笑得花之乱颤 就特别开心 真的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艺人 然后一个演员 然后又做艺术家 然后还有这么多精力 得去投入到各种细节里面 你们不能老这么说 这就是有时候 大家的这种 给带来的这种误导跟起因 为什么前提非说 你们这些演员 我们演员怎么了 就不能觉得演员 就其他的 他就都不去考虑 不去做 或者是不行 就跟正常人一样 我觉得其实是个体的差异 他其实跟你做什么工作 没关系 很多人是 就不太能了解你的 我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去挣更多的钱 然后提高我的知名度 就是所以我就很累 就把自己搞得很疲惫 就是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每个人之所以做这样的 一个不同的判断 其实它是很多的一个原因的 对吧 它是疯狂的热爱工作 是一个工作偏执狂 或者说他可能极其没有安全感 他在这里面要得到 某种安全感 每个人处境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自己的处境 你不应该觉得 就是人家一直忙 就是他在疯狂地赚钱 或者有错 那人家可能就需要钱 对吧 但人家没有错 通过自己劳动 有的人就享受这种红 这是当明星上的梦想 也很好 人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了 有的人在这里面寻找安全感 这是他的一个把手 一个在世界上更好活下去的方式 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对错 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互相理解 跟互相帮助的 我们最近天生做都过生日 对 你过了那个生日是怎么过的 跟往年有什么感触上的不同 其实我不过生日 但我每年我会做两个生日 就是一个是给我妈妈 一个是给我儿子 会做两个party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然后我除此之外 我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准备其他的了 因为搞party太累了 因为我是一个事无巨细 都要就是去严格把控的人 他们就说说那个 就我这次帮我做那个制作的老师 就是说在有的艺术家是说 行差不多就得了 然后他是说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我是那种能不能再往前一点 哎呀不好意思说 能不能再往前一点 能不能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 就我是这样 我总是希望就是是有一种很完美的 我是 处女做的有点像 完美主义 操心命 金大斯以这个操心命 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很用心的 给他们俩设计party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对我妈妈来说 母亲很不容易很辛苦 我希望在这样一些 有仪式感的日子 可以让她觉得欣慰一点 因为总是在某些点上 是人们便于记忆的 这样在她的那个生命当中 是一些可以不断兴起的波澜 那个生活没有那么平淡 你自己呢 我就是个幸运 因为你的家庭 我觉得我的小孩现在也是 因为那个我跟我妈交流 就是她的很多的状况反应 我说这就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 都不匮乏的一个家庭环境 养出来的一个小孩 我就是这样环境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 因为我们是选不了家庭的 我们也选不了父母 所以你降生到什么家庭 包括你在懵懂的时候遇到什么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来 我都很感恩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尤其是我的妈妈 然后她是一个很 很厉害的一个女性 然后呢 她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 她也给了我很多的爱 很多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家长的 更超前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就一直说 我成长得很奢侈 这种奢侈不是说指物质上的 而是你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然后你得到一个平等自由的 一个家庭环境 然后她给了你很大的空间 让你自己去成长 然后你的那个自我 你的自信都很早地长出来 所以我们家人说 说谭卓最不缺的就是盲目自信 所以有时候这种傻乎乎的性格 就可能会 我觉得其实都有因果 它导致了像我这种想什么 然后就把这事做了 我经历求情的 我有点这个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害死人呢 然后拍戏的时候也是 你就会觉得每方面都很重要 但是感觉建了一个活 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对 所以现在是尽量地 就后来让自己做减法嘛 包括有些操心的事也是 放过自己 放过别人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